《科學生》第三節 剛才第一節我已經講了 就是今次的節目就是Cross Over 其他節目 第一節我們已經Cross Over 了這個今次的節目 這一節就是Cross Over 神秘之夜 第一件事我首先要提一提 陶傑當年他做Eason Express 在隧道的時候是撞車的 重傷 他說去醫院的時候就出現了一些靈異的現象 第一 他可以聽到他的家人在很遠很遠 在說他的意外 第二件事就是他看到很多 去了某個地方看到很多蓮花 這個有一點跟這個佛教的淨土中有一些的關係 所以這一節我們Cross Over 也能探討這個問題 第一件事你問問陳正雄博士 你作為科學人其實你應該不相信這些東西吧? 我又說 應該這樣說 我是認為這些東西 如果你說有的話 你要有一個科學的學據在這裡 我不敢說有還是沒有 但是你要有還是沒有 你要說科學的測量證據是怎樣做得到的 是啊 現在有沒有可能做到這件事呢? 你說要完完全全證實就一直以來很難的 難的就是那個人有一個憑死的經驗在這裡 那個憑死的經驗就是 你首先就是起碼那個人 他能夠不是真的死 他真的能夠醒來告訴你 然後你也要假設他記得一清二楚 沒有任何世上的錯誤 然後你也要確保他不是老作 不是在這裡亂作的東西 然後你如果不想依賴這些人自己的口說出來的那些 你唯有就是可不可以從一些人自己本身的生理上發出的訊號 去證實到這件事 如果說這些憑死經驗、記憶這些東西 很多時候是一個意識的行為 你很容易想到我們能不能夠 由老神經的訊號、老電波的訊號 去找到這些東西呢? 就算你找到這些老電波的訊號 你怎樣證明這些老電波的訊號 就真真正正是對應於這些憑死經驗的東西呢? 一直以來這些問題是沒有得到去解答的 但是剛剛這個星期我就看到 我小弟自己的母校 原來就是紐約大學 紐約大學的醫學院也非常了不起的 那他們就有一班的專家 他就去提出一件事就是說 這些憑死經驗 去可以回顧自己一生 然後也都好像 明明自己是昏迷了 但是也都好像很有意識 可以感受到周圍的世界 然後也都不是發夢那麼簡單的 是真是一個意識的行為 這些東西是有事實根據的那些東西呢? 我們能不能夠去量度出來呢? 那似乎他們就找到一個初步的 腦電波研究的一個的確據 就嘗試解釋是不是這些這樣的憑死經驗 是可以真的有實際的訊號 去找到的呢? 但是我們也知道當人的腦缺氧的時候 事實上會產生很多幻覺 那我們可不可以排除了這個可能性 其實它不是出體的 不過剛剛的缺氧 就是胡思亂想看到一些幻覺的東西 那這件事情可以說 譬如你說 如果你說的情況就跟好像發夢差不多了 是不是? 那發夢的東西是胡亂去堆砌等等 我們甚至乎都嘗試去找 一個人在發夢的時候 似乎是在他的意識層面的 那堆腦部的部分 就沒有什麼信號可以看到的 但是往往就對應一個特別的部分 我們認為潛意識的層面那裡 那個信號就活躍了 那我們看到他的那個運動活躍 是不是就代表著那個也是在發夢呢? 那其實也有人在爭辯 有些你說什麼叫REM睡眠 就是眼球不停地震動的那些睡眠 原來對應潛意識的腦部 潛意識的部分也都非常活躍 有人就說那時候就是在發夢了 那這件事情就是 你如果問我 我就覺得似乎聽起來有些根據 我的腦部在發夢 那就是我的腦部有活動 所以如果你在我睡覺的時候 想到我的腦部有些對應潛意識的部分 是有活動的 而那些部分基本上 那些信號又不會影響到我的意識部分的 純粹在我的潛意識部分運作的 那這樣就很符合我自己發夢的經驗了 那些東西就不是真的 它可能是跟現實的東西相似 但是就搞到錯亂了 然後那些東西也不是浮現在你意識層面 也不會干預到你 你睡醒的時候 基本上你分得清 那些東西在潛意識層面發夢的東西而已 就不是真實世界層面的東西而已 然後你又讀到原來我認為自己在發夢的時候 你真的讀到一些信號在那裡 而且看上去的時間就似乎差不多 因爲很多時候你發夢多的時候 你只要發夢一夜就醒了 很多時候發夢都是比較對應一些 那些快要醒的時候那些這樣的狀態 反而你真的在中間睡得很久的時候 時間過了你不知道 但是去到發夢的時候 往往就對應著那些 你快要醒的時候你就夢醒了 那你覺得這些這樣的經驗 你跟時間對應就是 你會覺得這樣也似乎 應該就是跟發夢的東西有關 但是如果你說 這些這樣的憑死經驗 是不是純粹就這樣 好像發夢或者是分為一樣 純粹只是跟潛意識有關 應該就不是 我想這種憑死經驗 憑著我們對於一些有這樣的經驗的人的益屬 最重要的就是 有些東西你真的可以去retreat回你真實的記憶 而且那件事是真的你發生過 甚至你張開到你的耳朵 你去聽到周圍的人的對話 甚至有人說看到 那件事最後出來不是由你夢境潛意識部分 gender的東西來的 是直接在你意識層面 是由你的感官 或者是由你的記憶 落到你意識層面處理的東西 就是說如果是這些憑死經驗 跟那種發夢經驗最大的分別就是什麼呢? 應該就會是正如這班紐約大學的這班科學家所說的 他就會在那個大腦的意識的區域 和潛意識的區域那裏有一個信號的差別在那裏 發夢的東西全部歸於潛意識的那部分 但是如果你能夠找到一些信號在一個憑死經驗的人 他在經歷著憑死經驗的時候 他在腦中在回顧自己一生的時候 甚至在聽到醫生在說怎樣搶救你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他的意識部分是有反應的 現在這班紐約大學的科學家 他們就說 他在一些有憑死經驗 最重要是能夠救回來的人 因為那個人能夠救回來 你可以確認他是不是有這種經驗 如果那個人救完他還是死亡 你量過這個信號 那個信號其實正在對應他一個什麼經驗呢? 你不能夠認證 所以他其實不停地要守很長的追蹤研究 去找回一堆曾經接受過這些CPR的急救 也是真的憑死過搶拾一條命回來 鬼門關前走一趟那些人 他把經驗說出來給你聽 就對應了就是 是不是大家都有那種共同的信號 而那共同的魯電波信號 是滲入了這個有意識的那個處理部分的時候呢? 那他們這班科學家就下一個結論了 那會不會這種這樣的在憑死時候 能夠在那個有意識層面就達到有信號 就是代表著他有一個憑死經驗 經歷了在那裡 於是我們就可以說 我們找到憑死經驗 一個實質上的科學證據在那裡呢? 那現在他的故事就嘗試這樣說 就是這樣給一個這樣的表明出來 我有一些離題的 不過你不要介意我問這個問題 就是莊子有一個說話 莊州夢蝶,夢蝶莊州 那用你剛才的那個論據 你可不可以否定這個說法? 那這樣看你怎麼理解 就是會不會在那個情境裡面 都似乎都是一個夢 那我想都是那個說法 你能不能夠找到一個 屬於夢境的獨特的 老電波信號 就是如果很悶的科學們這樣回答 還是有些信號 你一個醒了的人 你都會量得到的 那我想這班科學家 今次找到一個叫做 為何殺有戒事 大家這麼去報導 就是它是追蹤到一個人 明明在那個腦部處理 應該是有一些明明清醒 有意識時候的一路電波信號 竟然在一個憑死經驗的人 那裡的腦部那裡找得到 然後當然這個人醒了之後 發覺他在說出來的事情 我們知道他不是在做夢裡面 自己嘗出來的事情 而是真真正的 我們是有對他做過這些事情 我們有人說過這些事情 是有人曾經有這樣的聲音 有這樣的經驗 有這樣的急救在那裡 所以我會覺得這種憑死經驗 是多過一個的 就是多過一個的法夢 不只是什麼莊周夢蝶那麼簡單 我想還有一件事 可以補充就是 其實在這個報導裡面有提到 其實我們也理解得到 就是人在憑死的時候 這件事我也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說 我們說有時候 就是我有時候看到自己的長輩走 那樣的離流狀態 但是其實那個人本身 可能都是一個意識很昏迷 紛紛欲碎 就是人快要過世的時候 那種離流狀態 經常紛紛欲碎 除了你說什麼都不知道你聽不聽到 他們都給不到反應給你 於是很多時候你叫人 跟誰說聲 什麼什麼 他會聽到的 其實他是否真的聽到呢 他可能耳朵收到訊號 但是耳朵收到訊號 在腦裡有沒有被處理到呢 那大家如果自己試過麻醉經驗 一樣是 你是昏迷狀態 是不是 有人在你的耳上說話 你那些耳的神經細胞 一樣是有反應的 不過那些神經信號 入了你的腦裡 你的腦不會處理 所以你都不知道 有人跟你說過話 是不是 但是呢 在這一次這樣的紐約大學 這個這樣的報道 找到一件事情 我自己覺得挺令人安慰的 是什麼呢 他就說 其實很多時候 在人處於這個貧死狀態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因為缺氧還是什麼 總之是那個細胞步向死亡的狀態的時候 有一些防止你去撈亂夢境 與現實的腦暴機制 是會鬆開了的 就是說我們本身是一個生歐歐的人 我們分得清楚 這些東西是發夢就發夢 潛意識就潛意識 我們不會在發夢裡面 開著了一個意識 就是那個機制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正常人 你想合理地睡覺休息的話 你一定要有一個能力 去將外界的訊號 去做一定程度的隔絕 這樣才能夠充分休息到 當然你無得很厲害 你吵得很厲害 你湊得很厲害 他會醒 你撐得很厲害 他會醒 但是你會有一定的 就是我們的腦部 我們的神經系統 是有一個能力 一個barrier的 你只要不要說太大聲 他就聽不到 也不會吵醒他 你的光不要太亮 也不會撐醒他 所以就是說 一個正常的人 他的機制裡面 就會能夠去抑制著 令到在你那個休眠 分碎狀態的時候 就不會這麼多意識的活動 於是你就能夠休息到 但是在一個憑死的人上面的時候 這套機制是會放鬆了 放鬆了 這個效果就會怎麼樣呢 它是在昏迷 但是它對於你外界給的刺激 它會開著到 它會有個意識去處理 它會懂得去處理 就是說 就變成了一個什麼局面 就是你昏迷著 但是你聽到外面的聲音 你知道誰跟你在說話 其實我覺得 聽到原來有件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反而是有一種安慰 就是說 原來真的在我們曾經 離我們而去憑死的親人 我們跟他說的話 原來似乎在科學上面 真的有根據 他會聽到 現在在這裡就是說 好了 這裡還沒有說到 正式的氣玉就是什麼呢 這班科學家 他們是怎樣去分析那些腦電波呢 他們是這樣的 因為腦電波 他們給了很多的命名 就是Alpha Beta Gamma 就好像我們那些病毒變種 都是用Alpha希臘字母去去命名 他們那些人的腦電波 有些就是Alpha Beta Gamma Delta 這些也是這樣去分析的 有些就只是在睡覺的時候才會出現 但是有些是在清醒的時候都會出現 現在他就說 在這些這樣的 有憑死經驗的病人那裡 是的而且找到一些Alpha Beta Gamma Delta 不知道是誰 我自己都分不清 有這些訊號 應該是在清醒的時候才能夠 在腦裡才會湧現出來的 但是他們是在憑死經驗的人都找得到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 就是說這些在憑死經驗的人 找到一些清醒的人能夠表現出來的 就是對應他們一個憑死經驗的表現 那你會不會認為整件事是有超自然的成份呢 我一直看 我是完全沒有刻意去想超自然的事情 我是完全不發覺 就是原來就用科學的範圍 都似乎都有一定的認證能力 解釋能力 那我自己不清楚 就是對於超自然的事情 你問我 我就 就是作為科學人 我又不會很排拒 就是我唯一的分別就是說 如果出現這樣的事情 我會首先選一個科學方法去解釋 到我用盡方法都解釋不到 我才去選擇 就是去選擇是超自然的 就是將它理解成為超自然的事情 就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後面那個 那個implication是說 人的意識可以離開去區體 有沒有這樣的意見呢? 這樣說 我們現在說的 它的意識的現象 完全是困在腦神經的系統去解釋 如果我們這次選擇這宗科學新聞 其實完全是由人的腦部神經活動 和電的訊號機制去解釋這些事情 有沒有東西離開了身體呢? 有沒有東西超自然呢? 它是沒有提到的 嗯,OK,好,明白 那這一節我們要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謝謝 按小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幹?" 我是李宗隙混んで 柴 楔 咧 個是